一之六 这个女儿就是药宠 有句话说 女儿是父亲的前世情人 印证在物善禅师与父亲的相处上 再贴切不过 物善禅师共有六位兄姐 她是老妖 在所有子女中 她最得父亲疼爱 可说到了专宠的程度 小小物善一出生 父亲喜不自惊 说这小娃儿是老天爷赏赐的礼物 原本经常流连在外 为了陪伴小物善 竟改为乖乖待在家里 其他子女失位 认定老爸偏心 他依然雇我 有一次兄妹出门上学 小物善应要四哥帮他背书包 四哥不肯 小物善就躺到地上哭闹耍赖 父亲出来看到这景象 不由分说 先打四哥一记耳光 后来问明原委 仍要求四哥帮小妹背书包 小物善生性霸气 还经常口出狂言 例如说出江山都是我的 父亲从不制止 还微笑称许 母亲曾说父亲太宠小物善 父亲近回忆 有些孩子就是要宠 跨籍升学 直接成为初中生 念完小学五年级 小物善想要跨籍升学 直接上初一 父亲十分赞同 对女儿寄予厚望的他 向重的是当时韩国乔校中最顶尖的 汉城华侨中学 就读此校得先考试 抢占有些名额 小物善的竞争对手 是韩国各地乔校的五百多位应届毕业生 最后成绩公布 他非但考取 还名列前茅 考试考上了 但初中都要求小学毕业证书 父亲想出一个法子 先去全罗南道的光州读初中 然后再跨校转学 三个月后 小物善转入的是另一所知名的 仁川华侨中山中小学初中部 并迁进学生宿舍 仁川是南韩第三大城市 也是最早和山东半岛建立定期船班往来的 韩国一级港口 该地的华侨人数 虽略少于汉城 但因群聚结市 跨街连巷 因此唐人街的规模 在韩国名列第一 唐人街所在地的中区善林洞 到处可见中式景观 那些街道牌坊 茶楼酒寺 宫廟民宅乃至于孔子像 都给驻冠 但韩市聚落的小乌山更具体的中国联想 也让他感受到论语 古文观止 水浒传 红楼梦等古书里的情境 知名乔校 吸引各地乔生就读 仁川华侨中山中小学 即位于善林洞 与唐人街相距不远 他创建于1902年 清光绪28年 原本专为唐人街华侨子弟所办 由于办学成功 吸引韩国各地乔生前来就读 成为韩国历史最悠久的乔校 除了加入韩语课程 初中部学生的学习科目与课本 都和台湾的学生一致 功课游刃有余的物善禅师 也会在客余之辖 前往唐人街走走逛逛 开设在此地的诸多中华餐馆 即每家餐馆都有卖的炸酱面 常让他想到圆州的自家餐馆 护善禅师母亲掌理的中华餐厅 卖的最好的是炸酱面 母亲勤劳又能干 不只将炒过的中国大酱 春酱盖在面条上 还添加大量蔬菜和猪肉 十分丰盛 更由于春酱中另加焦糖提味 因此香又好吃 在那个年代 炸酱面算是高档料理 一般韩国百姓 只会在打牙祭师 才到中华餐馆吃上一碗 吃完还会故意将春酱留一点在嘴上 就怕别人不知道他吃过炸酱面 父亲搬来仁川 陪读三年 读完初中 悟善禅师直升高中部 这三年他改在校外租屋 而爱女心切的父亲 特地搬来仁川半读 并在租屋处的小厨房 喂他做饭 放学回到租屋处 就有丰盛的饭菜摆在桌上等着 煮了鱼 父亲总会先将鱼刺挑干净 再一口口喂他 即使已经是十七岁的大姑娘 他还会坐在老爸腿上 撒娇耍赖 而父亲总是一切由着他 父亲不仅宠爱 更看重这个女儿 深信他将来会出人头地 闯出一片天地 有一次悟善禅师与父亲 从仁川搭巴士去汉城 父亲很认真地观察车内乘客 然后对他说 你看这车上都是一堆普通人 只有你未来会出类拔萃 还有一次 父女走过民洞的中华民国大使馆 父亲看到那高墙深院 以及里头为额的中式建筑 突然停下脚步说 女儿啊 希望以后有一天 你能成为中华民国驻韩大使 事隔数十年 乌善禅师仍忘不了父亲热切 期盼的眼神 相较之下 母亲保守多了 他既担忧女儿个性霸气 又觉得先生期望过高 简直在做白日梦 忍不住说 吹牛不打草稿 我们家卖大卤面的 别太嚣张 中学岁月 乌善禅师就在父亲的宠爱 与母亲的担忧下 悠悠度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